赞喔 上阶段月痕不是说吗 全球积极景气现在正在复苏成长的阶段 你看现在最新的 录影过程当中的油价 平盘线在这喔 又涨到今天的最高 不然它原油 涨幅快要逼近1%了 这不就是全球经济转好的最佳证明吗 所以咯 如果股价掉下来 回才好呢 我就想要买 拉回来之后 有配息的ETF 4月份买有配息的ETF 5月份参与它的除全息 除息啦 那不就刚刚好吗 领到息又可以再到价差 可是呢 微良请上来 现在有个麻烦的地方 台股呢 是石膏附近 剧烈震荡 所以配息的ETF如果掉下来 我该怎么挑 还有配息的ETF非常的多呢 怎么办呢 其实台股现在还是在资金行情加上基本面行情 双重力道汇集的多头走势当中 那如果我们要挑有配息的ETF 其实基本上呢 你要考虑到 现在就是电子 传产金融都在轮动当中 所以其实挑金融股有金融股的好 电子股也有电子股的优点 如果说我们要找电子股或说金融股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用ETF方式 因为这个算是懒人投资数码 你一下子就可以把一组投资组合 全部纳入到你的持股配置当中 对 讲得好 我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去买50档个股啊 可是ETF就帮你包起来了 对 好 如果是金融股它的优点 我想大家都清楚 稳健 而且呢 配息的过去的历史的 这个经验来看都很不错 尤其去年整个金融股获利大爆发之后 今年我预估有很多的金融股的殖利率 应该会特别的出色 那如果是国际的资金像外资 他们其实比较喜欢电子 而且呢 现在的投资主流非常讲究ESG 就是呢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从标的来看 好 我听懂了 微量的言价之意就是 台股现在有着两个面的支撑 多头行情是持续的哦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买有配息的ETF 要找台股的角度 找台股ETF 只是台股现在电传金轮动又很快 你要怎么挑呢 电传金既然呢 轮动很快 我就全都挑 ESG 国际热情爱的 这主攻是在电子 配息高的 有些传产配息很高哦 金融稳健也有配息 那如果你挑到这样的ETF 不就电 船 金就全部搞定了 没错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台股ETF 有配息又轮很快哦 有这样的标的吗 有 一网打进哦 我们先来看呢 代号00701的国泰股力 精选30 它的内容大概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金融股占最多 其次是传产股 所以呢 这样个股呢 其实如果你喜欢金融股的 我觉得要优先考虑 00701哦 因为它传金都有了 除息频率来 目前规划就是半年配息一次 那最近的一次会是在8月中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其实很多金融股 其实大概在6月份就会除息了 所以其实要提早卡位 那接下来你才能够参与到 这个金融股除息的行情 那预估它的年化指令 大概是在4.5% 以今年它手中目前持股的 股力公布状况来说 大概已经有七成的公司 都已经宣布股息了 可是为什么00701会是特色 是在年轻存股族的最爱呢 来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年轻族真的是爱金跟船吗 对 根据这个吉保大数据 最新今年的资料 20到29岁的年轻股民 持有金融股就占了 他们持股前20名的一半 年轻人这么爱买金融股 对 也就是说年轻人的 持股的最爱的前20名 大概有超过10档以上 都是金融股 那另外呢 其次排第二的是在传产股 那再来才是电子的龙头股 那我觉得年轻人很聪明 台积电创历史新高 日月光创历史新高 连发科1000块 就不买这个因为太贵了 买这个也不会倒 然后又会配息 这个龙头也 too big to fail也不会倒 对 那年轻人聪明 所以如果照年轻人的 目前持股的这个状况 的缩影 我们把它呢 放在国泰股力 精选30来看 那不就刚好就是 投资存股的懒人包吗 他的成分股先带一下 好 因为如果我们 先从类股来看 金融股就占这档 ETF的比重 达到61.7% 所以这个几乎是国内 ETF里面金融股 占比相对很高的一档 那其次刚才提到 船山股也占了20.8% 所以其实金加船就占了81%以上了 换言之年轻族群 宁爱的金跟船 00701包了 买这个ETF参与配息 嘟嘟好 对 就不用说自己再去挑一堆金控股 然后想了这个比较很久之后呢 还是这个搞不定 这里面可能有三五档 你通通都想买 有选择障碍的话 就直接从ETF来做投资 所以你看金 然后船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些预估值利率 还有今年的股息 就这么带过了 那刚刚除了00701之外 那电呢 电还没有 好 那至于说电的部分呢 可以参考00878 国泰永续高股息 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这个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档 同时呢 它包括了高股息 高配息 对 那也包括了ESG 这两大都是主流题材的ETF 那目前是规划用季配息的方式 一年配四次 对 所以对于注重现金流的投资人来说 比如说银法族退休族 这个其实是蛮不错的选择 真不赖 这个00878 一年配四次 00701一年配两次 所以年化值利率5% 对 高达5个% 而且呢 值得留意的是 预估五月中 它就要进行最近的一次除息了 所以目前如果你想要参与除息的话 也可以准备开始来卡位 你看两档条件并重 难不成这个是以电子为主了 电子比重相对高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如果以它的产业比重来看 电子股是占51.8% 所以算是比较主要测重在电子 金融占22% 传产占16% 所以如果以今年的表现来讲的话 因为电子股也算当家啦 你看华硕业达 人保连强就是电子股 相对比较多 真好耶 今天它的配对 刚好电传金都帮你雇到了 又有配息 优势呢 对 所以我们讲到 其实所谓的高股息 当然这个是基本 你要值利率 它有5%的水准 那同时呢 讲到这个永续 就是ESG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目前这档ETF 它的追踪的这个指数里面 涵盖了企业 碳排放总量呢 是比一般的企业降低了18.8% 果然爱地球 对 所以投资产ETF呢 除了致意就是为自己赚股息之外 也其实也爱地球做公益啦 太好了 回到地业咯 换句话说 如果我要买配息的ETF 主公市场就是台股当中找 找到了传金00701 电子00878 这个国际热情爱 这个是年轻人爱 但我要戳你一下 吐槽一下 来请看右边 因为看右上方喔 现在明明就是历史新高嘛 万七会大震荡啊 我总是要规避一下风险吧 对不用怕 其实呢 做好平衡配置 其实有股票 ETF会配息 当然也有債券ETF 而且呢 配息也很不错 債券ETF配息 对 那目前盘面也有蛮多 債券ETF可以选择的 那我建议其实可以考虑两个方向 一个是呢 去找寻一些投资等级的 因为债券不是有分信用平等吗 我告诉你投资等级 刚刚庆隆那一段有没有看 就是呢 AAA AAA 这些呢 AAB以上的就叫投资等级的 对 那投资等级的相对就是稳健 那还有一种呢 是所谓的高收益债 那当然它的殖利率就会更高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挑选适合自己的方向 跟您报告高收益债就是我们刚刚讲垃圾债了 它虽然有风险 但是因为它的殖利率是高的 所以高收益债跟这个投资等级 特好的跟高收益债 所以这个也都是各配一个 没错 其实可以参考的方向 那首先呢 如果是高收益债这方面的话 代号00727B 国泰1到5Y高收债 这意思就是它的债券的期限是一年到五年内 那最终指数呢 最终指数就是彭博巴克莱短期美元高收债指数 重点是呢 它不但是既配息 而且呢 马上在下个礼拜就要配息了 4月20号 所以它很早的这个月就要配了 对 其实4月份陆续都有一些ETF要除息了 但是呢 我扫描一下 所有要除息的ETF里面 它是资利率最高的 年化大概有将近五个百分点 对 所以如果想要参与这次配息的 等于是这次现买就马上临席的话 那记得4月20号是下个礼拜二 你在这之前就要上车 那这个投资等级的呢 投资等级的部分 代号00840B凯基IG精选15plus 那这个投资就是一些比较高投资等级平等的 但您报告 你只要看到那个ETF有IG这两个字 这个都是投资等级的 很好的公司 不会倒的公司 发的公司债 对 那一样是既配息 那估计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会做配息 那值利率稍微会低一些 因为这个是更强调它的稳定性 大概2.6到2.9% 好提醒您了 这边是高收益债 这个是向中的是值利率高 这个向中是投资等级的 稳定的平级高的好工资的公司债 我归纳一下如果刚刚微良讲的您有在听就是这个除息的时间 第一档4月20号它最先00727B 接下来就是5月中的00840B跟这个00878 再来就是8月中的00701 如果钱够好 最好是多的多钱 四档标的哦 如果有兴趣的话 来最后一张 那我因为要拉回来 进行琢磨操作建议呢 好 其实就是套餐的概念 那简单来讲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配置这个套餐 去先检视一下自己手中已经持有的股票 如果你原本手上的股票是电子股比较多 那你就优先买00701 买个金融来配电子 对 那这个就是完美组合嘛 赞 最对位 那反过来讲 其实当然有些人 他本来就已经买了很多金融股在做存股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考虑买00878 永续高股息 所以年轻人手上很多金融股 股票很多 你就买00878 这是叶子之以电子为重的 对 讲得真好 再来 那再来呢去参考自己的投资属性 你要了解自己个性 积极型想赚多一点的人 那么建议呢 七成的股票ETF 就这两档 那另外三成的债券ETF 下面这两档 那反过来说 如果比较稳健 或者是退休族群 就各一半一半 那我可不可以 这个挑一档 这个挑一档这样 也可以 各一半嘛 对 还是要留意一下 溢价如果说超过一%的话 就不要去做追买 所谓的溢价呢 就是黑板当中的市价高过投信 那边的净值哦 如果呢都已经溢价很多 超过一% 你就在市场当中追贵了 对这个随时可以查询 包含 假如你是盘中时候要下单 那个即时的这个ETF的股价 你就要去留意 它有没有超过净值一%以上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到证教所网站去做查询 那我们这边呢 也整理了这四档ETF 近年来他们的一个除息跟填息的一个状况 其实填息几率都还蛮高的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有填息率百分百哦 对 所以其实呢 填息的时间也不会花很长 因此就是说看除息前的一个表现 如果不错的话 逢高可以卖 但是记得在除息之后 一定要逢低买回 而且更完美的是 就算有溢价没有超过一% 多数都在黑板当中买到便宜的折价 对 没错 好 感谢微良 非常谢谢您了 今天学到一个新观念 我偏保守 定期定额买 希望他能够拉回多买一点 配息的ETF 趁着在万七的石膏 震荡的时候拉回 买配息的ETF 但是呢 因为万七又石膏嘛 还是要股债平衡 配息ETF也可以有这种想法咯 因此怎么挑 有如果你喜欢传经多的 这一档00701 电子跟ESG 这叫国际热情跑的00878 要一点点避险的 就是这两档00727B的高收益债 值利率是最高的 00840B投资等级的债 这些也都有配息 最后一张微良说得好 因为你不可能四档ETF 都买来参与五月份的除息嘛 所以端看哦 如果手上金融股比较多 你就买一个ETF参与 除息了 买00878 因为它是电子ESG为重 可是如果你手上的电子股 很多很多台积电联发科 这些的电子股 那就买一个00701金融为重的ETF 来做搭配咯 还有更妙的 他说如果现在我已经买来 要参与除息 它还没有除之前 值率也许是5% 它已经double了 涨到了10% 15%以上了 你可以卖一半哦 等到它除息之后 价格掉下来 再把它买回来 减便宜 更好的是 田息的天数不长 田息几率都很高 然后呢 多数是减便宜的 折价呢 以上重点 微良正确咯 完全正确 感谢您 他讲得超级赞的 这个观念您学会了吗 今天才懂呢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来看这个 拼了 全世界每个国家 都知道我们台湾 半导体大赚钱 台积电赚很大 所以每个国家 大家都冒足全力 要去做半导体咯 我们怎么能够 让人家追上呢 所以经济部 砸下了2.5亿台币哦 布局更先进制成 两奈米 Program计划内容 补助怎么拿呢 哪些的企业团队 加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 前线第二个独家 请不吝点赞